之前就听说过显卡屋这个产品 但是没有上手试过 说实话 看到显卡屋超大的体积 和一块大的电源适配器 就直接劝退了 不过最近收到了GPD家寄来的G1显卡屋 体积非常小 可以说是我见过最小的显卡屋了 看个头跟充电宝差不多 这么小能行吗 咱们先来看一下外观 不得不说这个G1真的还有GPD家产品的风格 话说这个配色是GPD祖传的吗 外形很方正 一个长22宽11高3的立方体 上秤865克 还是很厚实的 重量主要集中在长方体的下部 这里应该是放置氮化架的电源 这么竖着放在桌面上 重心也很稳 刚好上面是它的散热出风口 散热也很方便 说起来这个G1显卡屋 还有个很GPD的设计 那就是接口拉满 正面是一个电源开关 一个USB4接口 还有一个Oculink接口 背面是电源接口 三个USB3.2A口 一个SD4.0度卡器 两个DP接口 还有一个HDMI2.1接口 一个小小的立方体上 竟然加了10个接口 感觉这不仅是个显卡屋 还是个接口拓展屋 牛逼 随机附送了一根电源线 和一根双头Type-C线 因为240W的代化夹电源 设置在了显卡屋内部 所以仅需一根电源线 就可以轻松给G1供电 此时通过G1上的USB4接口 可以连接任意支持 雷电3、雷电4、USB的设备 如果手里的设备支持PD快充协议 还可以通过GPD-G1的USB4接口 给连接设备充电 最高支持60W GPD-G1的OPLINK接口 提供63GB的有效带宽 USB接口的有效带宽为40GB 如果你的设备有OPLINK接口 还可以双口同时连接 因为OPLINK和USB4的走位 都是独立的PCIe通道 OPLINK负责显卡和三个视频接口输出 USB4负责USB-A-SD读喊器的数据传输 可惜我手里没有OPLINK接口的设备 没有办法进行测试 在配置方面 GPD-G1搭载了AMD最新旗舰GPU RX7600MXT 采用的全新的RDNA3架构 支持最高功耗为120W 我手里刚好有一款荣耀MagicBook V14 采用的是12500H处理器 闲闲小作文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拿来剪片子的话还是有点吃力的 玩游戏那就更别提了 接下来咱们看看 接上G1后玩游戏的表现如何 轻薄本真的能直接变身游戏本吗 对了多说一嘴 像G1这种对供电稳定性需求比较高的设备 最好不要热把插 因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直接系了 连接完成后开机 现在电脑设备还不能识别到G1 需要到官网下载驱动安装 安装完成后 就可以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看到了 测评老传统 先用3DMark跑个分 看一下在Time Spy中的显卡分数 再接入G1前后的数据对比 可以看出连接显卡误后 在分数上有很大的提升 如果不连接G1 玩游戏时仅依靠笔记本的配置 相当吃力 特别是战神 画面也能够感觉到明显的卡顿 毫不夸张的说就是卡成PPT 你看划船这块把亏也给累的 如果是采用低画质 一玩起来倒也不是不行 连接G1之后 战神4中1200P GPU功耗差不多能到80W 真理这块在60帧左右 赛博朋克2077默认设置 关闭FSR 运行基准测试 我这边还测试了几款游戏 大家可以看看连接G1后的具体表现 散热这块在室温26度连接G1玩游戏半个小时之后 可以看出这个G1还是暂热挺快的 特别是顶部的出风口这块有将近55度 因为整个G1的外壳都是金属的 好在不是掌机 不需要拿在手里 不会有烫伤的风险 不过我还是挺喜欢竖着放在桌面上的 毕竟占地面积比较小 感觉散热也更方便 G1的风扇还是挺给力的 三面进风 顶部出风 风噪在70分贝 放远一点大概在50分贝左右 其实现在的显卡无产品相较之前的产品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 一个是现在搭载的是最新的AMD席镜显示芯片 还有就是采用的代化夹电源 轻便小巧还能满足高瓦数供电 最主要的是能在现有的设备上来个性能升级 玩游戏有更流畅清晰的体验 如果你是学生党喜欢玩游戏的话 还是别入情宝本了 要是不小心入了情宝本的话 还想玩游戏 可以搭配显卡物来顶一顶大学四年 超能力玩家的话就当我没说 毕竟直接再搞个台式机那更香 当然日常有出差需求 那么情宝本加显卡物的阵容搭配 既能方便带出门又可以玩游戏 这一次GPD推出的G1显卡物的确让人眼前一亮 小小的体积便携的连接方式 从头到尾拉门的接口 还有这个非常GPD的外观设计 那么这样一台搭载了AMD最新旗舰GPU的RX7600MXT的显卡 首发价3899元 你们觉得是否值得呢 是否贬型的